竹叶加玉米生产四六颗粒养猪养驴行行 你好回来,我是章一 这才是咱们真实的养殖户粉丝想买设备的状态 这么一大包的原料啊 它在家里面自己配比好以后 整包的原料给我们发过来 就想要测试一下咱们新款的多罗260型颗粒基 磨盘无料压制驱动 咱们看一下原料里边的竹子叶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竹子叶的粗细程度应该是没啥问题 但是本身比较轻比较抛 我们把这个原料倒出来大家来参观一下 这是咱们山东宾州的一位粉丝单独寄过来的原料 里边呢大部分都是这种 啥东西太多了 这种收集的这种竹叶 然后里边的玉米的比例好像就开始这一点 下面好像就没有了 看着基本上还是以这个竹叶为主 那我们就把这个原料呢 单独给老哥测试一下 这个布条是你这个原料里边带着 我挑挑 如果是里边做颗粒里边稍微有点的话 您单载一下 带干的竹叶加少量的玉米 直接加工饲料颗粒 测试新款的260颗粒基 我们直接启动 这边是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呢 这边是什么东西呢 我能放下来的东西呢 我可以放下来的东西呢 你能放下来的东西呢 我可以放下来的东西吗 我可以放下来是什么地方 这边没位置 两块撂葱 料仓里边的加工完以后 也是干干净净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加工效果如何 先看一下颗粒做好的温度有多少 79度啊 朋友们 这是真实的加工效果 意应到底的 这是养殖库发回来的竹叶 混合了少量的玉米 直接压制了4.5颗粒 您看 如果颗粒里边 玉米的比例比较大的话 颗粒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能明显的看到颗粒里边 玉米的样子 但是您看 大多数的颗粒里边 玉米的比例是非常小的 好热 您看这种加工效果怎么样 这个是4毫米的磨盘 正常是用来养猪的 如果想要颗粒产量再高一些的话 咱们安装5毫米到6毫米的磨盘就行 这是我们在厂区呢 帮咱们粉丝测试的 新款的260型颗粒机 怎么样 还可以吧 如果您觉得张一做这个测试 还算真实 效果还算可以的话 麻烦您 给我们点个赞 点个关注 好吧 如果其他朋友呢 也想让我们帮您测试设备的话 不用担心 直接把原料给我们寄过来就行 我在厂区啊 等着你